大家好我是Oi 上一期聊完我對想見你這部作品 如何爆紅以及劇情的簡單分析 這一期我們就來聊聊影視IP旗幟 力高力好之後 常常會出現的議題和問題有哪些吧 那我們開始囉 其實就我的分析主要問題有兩個 第一個問題就是 價碼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感受到YouTuber界掀起了一波解約解散潮喔 而其中蠻常見的問題不外乎是理念啊 經營模式會隨著頻道或個人價值的提升而改變 慢慢的出現團圓之間或是頻道和經紀公司之間的想法漸行漸遠 而其中最容易凸顯出的差別喔 當然就是 錢 比如一個像我這種不滿1000訂閱的頻道喔 如果有MCA或是經紀公司來找我簽約啊 談合作 願意培養我成為未來走紅的YouTuber 我想我應該是沒有第二句話喔 就算拆賬 拆個55分啊 或是每個月只有固定的分潤 1000簽個7年10年的 我可能都會心甘情願的簽下去喔 那是因為我的頻道 還沒有長大 但是當我的訂閱人數佔上了30萬50萬甚至是百萬訂閱以後 我就可能會對原來的合約感到不滿意 如果再加上MCN或是經紀公司給我的輔助甚小的話 我可能更難以接受原來的什麼55分啊 或是固定分潤這些條件 關於YouTuber界的解約解散的深入分析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志祺七七和銀針律師的影片喔 價碼問題啊 本來就是合約掛出來的影視產業當中 非常容易被凸顯出來的 原本演員一集可能兩萬五萬的價碼 在一部作品爆紅之後或是拿到什麼獎之後 可能就會漲到10萬15萬20萬之多 那這樣無論是製作公司或是經紀公司 有什麼樣的合約綁住他 都滿容易發生提前解約 甚至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喔 而俗話說 錢能解決問題其實都不是問題 如今在這個市場流動量巨大 自媒體產業一軍突起的年代 其實傳統的製作公司和經紀公司 也都應該要轉變出更大的彈性和靈活度 合約定義的思維也要跟著時代改變 簽約的年限縮短 允許契約討論變更這些做法 除了能夠避免過去養人養半天 卻沒有什麼成績的風險 還會覺得滿肚子堵攔之外 更能在這些IP走紅之際 為彼此留有討論下一步的空間 前面提到的價碼問題 通常是發生在個人或是製作團隊上面 而第二個要討論的問題呢 就是作品這個IP喔 影視產業IP走紅之後 常常出現的問題喔 就是 延續這個IP壽命的想法 越大的公司越喜歡延續IP的壽命 因為既有的IP已經有了保證的知名度 後續的延伸就能大幅降低宣傳方面的成本 因此IP的延命甚至是獨佔的年限 當然都是越長越好喔 像是迪士尼為了繼續握有 米老鼠的獨佔版權 不惜投入大量的政治獻金 以換來1998年美國國會訂定的 著作權年限延長法案 又稱為 米老鼠保護法案 這個法案讓迪士尼能繼續 獨佔米老鼠到2024年或是更長喔 甚至當年推動這個法案的國會議員 Sunny Bono 原本是打算將著作權保護年限變更為 撇開獨佔的思維延長IP價值時間 依舊是各個創作產業的最大希望 更遑論這是一個已經走紅的大IP 但在這樣的思維之下 卻常常發展出讓人哭笑不得的意外 以上一集聊到的蝴蝶笑意麟為例 第一集推出的時候深受大眾的喜愛 透過穿越時空改變關鍵事件 來影響未來的這個劇情架構在當年非常有趣 玉兜河的巧妙運用和結局那一絲遺憾 更是將它推上神作的一筆 男主角始終無法得到美好願景的無力感 更是敲進了觀眾的心 OK 那還有人記得蝴蝶笑意麟的第二集 跟第三集在演什麼嗎 我三集都看過 但說實話 除了依稀自己的第二集把日記改成了影片以外 我真的完全不記得後面兩集演了些什麼鬼 又或是經典驚悚片 奪魂劇 說實在話 基本上除了第一集 我還能夠講出大概的內容 第三集其實也算表現還可以以外 其他的第二四五六 甚至還來那個3D版 我壓根都沒有把它們裝進過我腦袋的硬碟裡面 其實這些經典的續集 之所以這麼瞎矛的理由 那就是一開始這些作品 他就沒打算要拍續集 因為在做這首部作品的時候 創作團隊通常都是清淨當下 所有的靈感和手法要讓他盡善盡美 什麼續集什麼特別篇什麼延伸作品的 本來就都不在考量的範圍之內 也就是說 手部作品本來就沒有延續的想法在裡面 硬要在他走紅之後 去延伸他的什麼續集電影版之類的 從根本上就打破他原來美好的框架 因為最美好的架構 其實在手部作品就已經完結了 無論再帶入任何其他情況 其他演員 其實都是破壞原有美好的作為 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延伸就不能做 目前我看過還算是成功的例子 大概都是主軸相同 但是講述的是完全不同角色的故事 例如漫威電影成功之後 所衍生出的各個影集作品 或是過個十年十五年 由不同的演員重啟同一個故事 例如今年的 我想直到我兒子長大之後 都還會有新的惡作劇之吻的 又或者是針對原劇情裡面的 某一個角色發展出來的番外篇 像是玩命關頭特別行動 猛情小隊小丑女大解放 而在分析了想見你的劇情之後 我個人是不太支持他拍續集或是電影版 就像前面所說的要拍續集 但他原來的劇情就已經非常的完美了 如果要拍電影版的話 同樣的時間架構 怎麼想電視劇都有辦法做到非常清楚的交代 但電影版永遠都是那個被嚴格 被嚴格 被嚴格 被嚴格的 而其實最不支持他有續集電影版的一個想法 來自於網路上面的一篇評論 結局看完的那一天 我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了 這句話足以感受出 想見你劇情的影響力 我想這也是很多看過一些神作的朋友們 很能了解的感受 這一份空虛會引領著觀眾回頭再回頭 也許想要從劇情當中看出些什麼 也許想要再一次貼近劇中的角色 又或者是想要再一次相遇 去感受劇情裡面哪一些不同的 前面沒有注意到的東西 這其實就像是 我直到今天看過上百次的 神影少女 上百次的 全面啟動 真的沒有唬爛 但只要電視上重播 我都會驻足把它看完一樣 所以站在一個喜愛想見你的觀眾的立場 雖然我也很想知道 編劇是不是還能夠發展出質量更優秀 或起碼平起平坐的延伸作品 但在我看過 之後 這一份期待還是發心裡就好囉 就讓這部優秀作品的美好 停留在觀眾看完的那一刻吧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喜歡、分享、訂閱和小鈴鐺 有什麼指教和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喔 就是IHARA 我們下期見 掰掰